世界上最戏剧性的比赛 有人说 他是奥运史上最倒霉的选手 连续三届奥运决赛离奇失误丢掉金牌 最终却收获来自赛场上的爱情 他叫马修·埃蒙斯 出生于猎人世家 在环境的熏陶下 从小便显露出超人的射击天赋 年纪轻轻就创下50米运动步枪三资少年比赛世界纪录 2001年世界杯上 更是一人包揽男子步枪三项金牌 次年在世锦赛上继续摘得卧射金牌 此时的他 在射击界中绝对称得上是顶级的选手 2004年 埃蒙斯不负众望地登上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奥运会 很快 他便顺利拿下50米步枪卧射金牌 正当大家都以为埃蒙斯即将迎来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刻 命运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他开始连续遭遇滑铁路 可这一滑就滑了三届奥运 在男子步枪三资决赛中 埃蒙斯前九枪已领先第二名整整三环 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 三环的差距犹如鸿沟 只要埃蒙斯最后一枪随便打出八环 金牌就稳入囊中 看似没有任何悬念的一枪 却偏偏出现了意外 埃蒙斯瞄准 顶住呼吸 扣下扳机 此时此刻 在场的所有人紧张的心都提到了嗓地 短暂的几秒钟后 继分牌上仍然显示零分 难道是埃蒙斯托把了吗 大家都难以置信 对于一名职业选手来说 这怎么可能 最后裁判发现 埃蒙斯既然打到了对手奥地利运动员的把位上 从原本排名第一直接下落到第八 倒嘴的鸭子飞走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金牌落入中国30岁老将贾战波之手 贾战波摇了摇头 转身笑了 这一失误也成为了奥运史上最为罕见戏剧性的一幕 赛后 为捷克电视台做解说的卡特琳娜 和那个对他来说高高在上的倒霉但世界冠军 有了第一次真正的对话 这也为接下来两人成为国际社团天才眷履埋下了重要的前提 那一年 埃蒙斯23岁 卡特琳娜20岁 值得一提的是 卡特琳娜是捷克优秀射击运动员 在本届奥运会上已获得10米气步枪铜牌 卡特琳娜的到来 逐渐让埃蒙斯走出失败的阴影 但奥运赛场的魔咒却从未离开过她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苦练四年之后的埃蒙斯协妻子再一次站在了赛场上 她见证了卡特琳娜从预赛到决赛 最终获得第一块奥运金牌的全过程 几天之后 又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的最后一枪 此时的埃蒙斯领先第二名3.3环 就在金牌几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 埃蒙斯又重蹈了四年前的严重失误 这一次她没有打到对手把位上 而是发挥失常仅打出了4.4环 再次奇迹般地与冠军擦肩而过 中国选手秋剑后来者居上拿走金牌 走下赛场 妻子卡特琳娜看到沮丧的埃蒙斯 主动向前抱着她安抚 上演了一幕温柔的摸头沙 此时的埃蒙斯还不知道 下一届奥运会的魔咒依然在原地等待着她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又来到该死的男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现场 这一次 埃蒙斯的前9枪并没有稳住排名第一 她只好向第二名进发 可魔咒上头 埃蒙斯又发挥失常 只打出7.6环 活生生将到手的银牌拱手送给了韩国选手金中炫 自己只拿到了铜牌 而这次 31岁的埃蒙斯已经成熟了 她不再需要老婆抱抱 带着微笑离开了赛场 面对记者的采访 最后一枪的悲剧还会重演吗 妻子特琳娜认为 丈夫埃蒙斯一直瞄着李约的失环呢 2016年李约奥运会如期而至 埃蒙斯从曾经的天才少年毅然成为了大龄选手 这一次 她只排到第19名 无缘决赛 没有机会为大家带来最后一枪 四届奥运 三次决赛 错失三块金牌 也许这就是命 也许五行缺金 后来 心理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埃蒙斯总统 2019年 埃蒙斯决定不和你们玩了 宣布退役 结束了自己长达20多年的职业生涯 夺得奥运金牌也许不算奇迹 创造奥运历史才是传奇 所以 埃蒙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